先生,你有聽過ESG投資嗎? 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聽過 沒有 難怪,很少人都知道 除了人們像我一樣,我都知道 但如果問普通人是ESG,他們不會知道 越來越多機構對於氣候變化有一個認識 例如你去買一間公司的股票 其實那間公司就可以運用你投資的錢 其實它做些什麼的投資 其實有一個indirect的影響 投資在一些green bond 例如環保方面的確驗股 或者一些天然氣 當然好 如果是對環保 或者對這個自然界是有幫助的 我當然贊成這樣做 我們起碼多一個考慮 多一個選擇 如果你說一定要利益最大化 而對這個環境有影響 或者影響到生態 我不會支持 如果之後有這些公司 會有實行ESG的項目 我都會看看 是否值得去投資 始終不是只賺盈利 也有社會責任在裡面 希望這些公司 如果有的話 我也想知道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環保一點的話 如果省到成本 利潤大一點 給投資者 我都覺得可以投資在這些公司 會贏 他發給我們的資料 應該是會有的 但我們就沒有很細心 但是你也知道 那些機構說明 那些東西 會很長 很累積 也有很多是法律的字眼 我們可能看起來 都不太了解 我投資股票 都不太清楚 他們的ESG的問題 其實那些年本 都說是幾百元 都沒有時間去看 都不太清楚 他們投資什麼 他拿到這個證明 去證明到 他已經集到資 去做的一件事 我們其實是 不可以100%肯定到 他是否真的 100%把這個投入環保項目 所以不是100%肯定到 我如果投資到 民主那一些公司 如果到這一些公司 都是100%可以幫助地球 政府需要做些什麽 我的想法是政府本身在環保的項目 都未是很盡全力 我認為他們需要在低級的項目 我意思是在媒體上 不僅是在社會的項目 因為現在他們是在社會的項目 並不下降 所以很少人都知道 加強多些宣傳 不是很覺得政府或相關機構去推廣 大公司可能已經有這個認識 但是那個力度其實都是不大的 投資者都不會應該知道這件事 如果大公司都未開始做起的時候 那小公司就更加不在話下 如果政府或者一些實事公司 可以披露多些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會多點留意 都會投資多一點 我相信在起步 近這幾年開始多了一些 剛才我所說的 Green Bond 影響到那個投資氣氛 我相信是一個起步的 很希望如果大家可以 有機會投資在這些環保公司 都希望參與多一點在這裡 因為他們提倡環保 其實對一個公司的持續發展 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次回到台湖段 我們下午餐 我們下午